快鏡頭下 倫敦像是蓋上了白色地毯 橫跨泰晤士河的百年老橋 漢莫史密斯橋 橋面被厚厚的白雪覆蓋 白金漢宮几乎融入一片銀白 極地寒流造成英國各地氣溫漏降 部分地區急凍到涉事零下十度 狗狗相互追逐 許多人冒著大雪出門 享受白雪矮矮的城市風景 有人拿出滑雪裝備在雪地中漫遊 有人滾著超大雪球 或是和閨蜜一起開心做雪人 甚至還有人不畏低溫 在水中悠遊 不過這樣的天氣也造成意外 英國當地時間十一號下午 英格蘭中部伯明罕市附近冰湖 冰面突然破裂 當時在湖上玩耍的四位男童 掉入湖中 三名男童搶救後不治 另一位男童情況危急 此外 積雪或是結冰的路面 也讓英國陸空交通大亂 從十一號開始就有超過三百架次的航班 因為安全因素被迫取消 機場擠滿無法登機的旅客 陸地交通也嚴重受到影響 部分公路因為積雪封閉 此外包括鐵路 郵政和醫護等許多單位 在十二號展開聯合大罷工 鐵路和巴士班次再度縮減 也讓英國公共運輸系統陷入混亂 也因為低溫寒流的關係 不少學校提早放學或是停課 華視新聞 都可以馬路高編譯 電視